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一度傳出消息 由於疫情關係 英國政府考慮禁止華為參與當地5G網絡建設 但當英國首相約翰遜出院後 最終拍板決定准許華為參與網絡 這個舉措使得美國有所防範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 美國正在審查在英國所有軍事和情報資產 若然英國執意准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 美國會將敏感的軍事設備 例如偵察機和隱形戰機的基地撤出英國 因為根據美國國防授權法規定 美國要禁止新型軍機 派駐在5G或6G網絡高風險的國家軍事基地 只要英國和其他國家部署華為設備 便會促使美國從這些國家撤回先進的戰機和偵察機 以及特務人員 同時會影響到往後日子 美英之間的重大軍事合作計劃 除此之外 英國是五眼聯盟情報網絡其中一員 透過這個情報網絡 便能與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 迅速交流一些非常敏感的特務訊息 若然英國堅持使用華為5G設備 便可能會失去以上所有安全防護 因為美國警告說 這樣會使用軍事情報洩漏給中共 好了 這壇事到底英國打算怎樣拆 目前在英國國內 保守黨開始有些聲音越來越強大 就是要求英國首相約翰遜收回成命 取消英國和華為之間的交易 其實在今年2月的時候 英美之間就著華為應否參見英國5G網絡 分期達到高潮 曾經有一趟約翰遜和特朗普通電話 特朗普還激到收線 其實美國是擔心甚麼呢 主要是擔心洩密 比如說他們會擔心 繼續准許美國的特務人員在英國工作是否安全 因為他們擔心特務人員的手機和其他設備 可能會被中共的華為5G網絡滲透 而且美國還認為 一旦華為真的參見英國的5G網絡 這種風險是事後無法補救得到的 與其等自己暴露在這個風險當中 不如自保算數 好了 到底英國政府決定會站在哪邊 其實現在英國根本上與歐盟面臨同樣的兩難色 就是他們必須要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作一個抉擇 其實在上星期的時候 英國剛好與美國簽訂了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協定是英國自從脫歐以來其中一個重大成果 既然都要在經濟上靠攏美國 又何苦繼續吊著這兩家茶禮吃呢 實情中美之間的抉擇 就是戰略夥伴和經濟發展之間的抉擇 中國當然是非常吸引 因為它有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 可以給歐洲貨品來傾銷 問題就是 隨著全球進入冷戰新格局 其實中美之間的競爭 已經逐漸與經濟發展脫歐了 大家看到中美之間互相反制的行為 基本上不是以促進經濟發展為主 但是看看中美貿易戰已經反映出來了 本來這件事只是牽涉到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其他國家開始都要被迫靠邊站 這些國家現在開始痛苦了 到底是要站在經濟利益那邊 還是站在戰略夥伴那邊 當然我都相信這些歐洲國家 包括英國 他們最終都會站在美國那邊 但是會不會馬上就像澳洲和紐西蘭那樣抹躍呢 這就成疑問 因為似乎他們仍然很想 保留和中國之間的友好的貿易關係 這也是使得美國政府相當頭痛 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巨企進行圍堵 首先遭殃的是華為 但是接下來還會有哪些公司呢 相信就是那些生產電網基礎設施的公司 特朗普簽署一度的行政命令 要責成美國政府排查大容量電力系統當中的安全風險 以及要替換那些從不可信任的外國供應商採購回來的電力設備 基於這個行動 中國的電力設備製造商將會無緣美國市場 會面臨著類似華為被隔絕於美國的情況一樣 好了 白宮經濟顧問Peter Navarro說 這個新的行政命令會禁止聯邦機構和美國人 從一些不可信任國家的公司採購大容量電力系統的貨物 產品和材料 好了 到底為什麼他們要對於這個電網系統這麼關注呢 因為又要防黑客入侵 事實上也是發生過的 透過網絡襲擊打擊對手的電網有前居之鑑 最嚴重的情況下 那些黑客就可以通過進入控制系統 阻斷電力供應 在2015年的聖誕節前夕 烏克蘭的電力系統曾經遭受過網絡攻擊 造成了大規模的停電 後來經過調查就發現得到 是俄羅斯的黑客發動那次攻擊 目的就是要報復烏克蘭對克里米亞地區進行斷電的行為 是因為克里米亞經過了這個全民公投以後 就決定重返俄羅斯聯邦 好了 這一談事其實也反映得到 在美中之間的冷戰新格局下 基本上美國就會越來越多方面 進行圍堵中國 不單止是說那些5G網絡的建設 甚至乎是連電網的基礎設施 它都要有所防範 這些完全就已經是偏離了一般經濟的活動 實情這些電力的變壓器是否很貴呢 根據這個調查就發現 每一台的變壓器售價就從100萬到800萬美元不等 根據2019年的統計 總共就有200多台中國變壓器進入了美國的電網 其實大家就知道 就算當最貴800萬美元 200台 即是說大概都是十幾億美元 你說是不是很多錢呢 錢就不算是太多 但是來講 就關乎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現在美國顯然就是想 阻止中國這些變壓器 中國這些電網的基礎設備 繼續打入美國的市場 現在就說便宜 只能賣不停裝 一旦要玩起客客攻擊上來的時候 美國便將會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就要防範於未然 就要簽署這個行政命令 阻止那些人繼續買 照計如果不是有這個新冷戰格局的話 根本就繼續來採購這些 相對價格比較便宜的變壓器 和中國製造的電網產品 可是正正由於出現了這個新的格局 所以就算多便宜都要斬腳趾鼻沙蟲 但美國就肯這樣做 歐洲的國家都未必肯做 包括德國最大電訊商 今天才決定了一件事 就是要求華為在當地擴展它的業務 不單是用它 還要歡迎它快點進去德國 所以有些國家仍然會貪便宜 仍然會貪求經濟效益 當然在經濟效益和資訊安全之間 美國就選擇了後借 但他們的盟友似乎不是這樣想 這便會使得歐洲國家 包括英國相當痛苦 到底選擇哪一種好呢? 我相信他們都會有一段長時間想吃兩家茶禮 兼且猶豫不決 直到真真正正要作出抉擇的一刻為止 接著講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他透露美國國務院根據香港政策法 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原定在近日要向國會提交的香港問題報告 將會推遲 因為考慮到北京即將舉行兩會 可能會採取一些進一步損害 香港人自治權承諾的行動 因此國務院決定推遲發表這個報告 並且會觀察中國會否在香港高度自治這個問題上 有新的動作 即是香港人又要再等一會 才看到這份香港問題報告的爐山真面目 相信不少香港人都已經期待已久了 到底寫了這麼久了 這份報告會包括什麼內容呢 會不會列明很清楚 有些條款一旦觸犯到的話 就會啟動制裁機制 或者是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呢 最好寫得清清楚楚 越清楚的話 就越不會走去賊老是沙包 越不清楚的話 他又走去左視右視 如果寫得清楚 他仍然是繼續干犯的話 那你就照舊去執行 總好過現在這樣不清不楚無模糊糊 對於那些奸賊是沒有阻嚇性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